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X是整數 而且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麼它們X等於多少 首先 這個絕對值它都大於等於0 所以這兩個都是正數 加起來等於0 那代表這兩項都必須等於0 因為這是大於等於0 這也是大於等於0 兩下大於等於0的東西加起來等於0 代表個別必須等於0 所以X加2要等於0 S減2要等於0 所以得到X要等於乎2 同時這是且的意思 且 X要等於2 沒有這種數 它既然等於乎2 就不會等於2 等於2 就不會等於乎2 所以這矛盾 所以這五解 五解 一個數不可能等於2 同時等於2又等於乎2 所以這題五解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D 多數不可能等於2 1 2 2 2 3 3 4